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瑞士边境 已经收到瑞士入境的手机信息了 这里的名称叫意大利的阳台 希望不虚此行吧 这个地方叫做Veda della Singinara 然后我们是从米兰开过来的 米兰呢在这个方向 然后呢这边下面呢就是瑞士了 儒加诺胡 然后这边这个山呢是两个国界的交界处 这边有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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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真的超好看 下面就是瑞士了 周围这个都是沙 趁着看一下 我现在发现我有点苦高 因为有点害怕 我们在那里拍了一小无人机 然后现在往高处走走 一会去山腰的地方去找栗子去 这里有个教堂 藏在这个山顶上 这里的意思应该是纪念阿尔卑斯山上战争失去的人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刚才我们在开车路上看到有老大爷在那里背着个竹篮子在捡栗子 我估计还是应该有栗子 但是我们得继续寻找 现在往海拔比较低的地方找 不得不承认这个开头不是太好 并没有看到大量的栗子 有可能我们的海拔现在太高了 但是有很多松子一样的东西 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松子 但感觉又不是松子 小果子看起来挺有意思的 但也不知道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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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现在决定开到湖边来吃个中午饭 哇 这里好安静啊 真的好安静 有一个老爷爷在那里钓鱼 都不好打扰他 给他来个镜头 远远拿来个镜头 在那钓鱼呢 这是卢加诺夫 对面就是瑞士了 好可爱 还可以去那里合个影 那里相框 好精致啊 小镇把花 维护得那么好 好有钱 这边都是小船呢 再看一下这个安静的卢家浪湖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安静 天哪 养生之地啊 我们现在往小镇里面走一走 准备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去放无人机 小镇里面好安静 刚才我们下来的路上 应该是经过了市政厅 市政厅这么小 半路看到这个教堂 挺漂亮的 一会用无人机拉个远景试试 应该挺不错 这是别人家养的这个红色的果子 不知道能不能吃 这里好多房子都在山上 在高的地方 虽然昨天国际米兰输了 但是呢 还是忍不住谈一下足球 意大利呢 这个每个小镇上 基本上都有足球场 你看远处那里就是 好了我们现在找到一个地方 这样可以走到湖边 然后人应该也会少一些 找到了一个这么个地方 小沙滩 无家墨湖旁边的小沙滩 我特别羡慕 这家人 就是树后边 它有一个很大的院子 然后有很大的家 这样的话 大家一出门 夏天的话 就能在这片湖里边 游泳啊 干什么的 这湖的水很清的 然后呢 也有鱼 你看那边 有个小船 划来划去的 它们在里边在钓鱼 感觉超好 好漂亮 好漂亮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